詞曲 李宗盛 像我們去外面餐廳吃飯的時候 就會在 杯墊上面隨意的塗鴉 有時候那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是我無意識的想要畫 例如說像一隻鱷魚啊 一隻大象 然後一隻狗狗啊 這個東西後來我看到它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欸 就好像有故事喔 所以我們就開始把這個東西 具體化變成故事 其實靈感來源都是來自於生活 像我們家旁邊就是那個大的都會公園 我們常常會一起去散步 所以我們常常在散步的時候 我們也會帶相機 然後看到覺得有趣的東西 我們都會拍照來做紀錄 有一次我們去散步的時候 就遇到了一隻狗 我們就在猜這隻狗是不是流浪狗 可是我們看到牠有項圈 然後牠有咬一顆球 球上面有泥巴 所以我們就想說 牠可能是跟牠的主人 在玩那個丟撿球的遊戲 後來我們就走到水塘旁邊的時候 就看到真的有泥巴 然後就想說 那狗剛剛可能在這個地方撿球 然後我們就看到小鴨子媽媽 帶著鴨寶寶 在那個水池那邊游啊游啊 這樣游過來 然後我們就開始好奇的在數說 牠的鴨寶寶有幾隻呢 1 2 3 4 5 然後我們就想到說 啊 這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做一本圖畫的書 跟狗啊 跟這個小鴨子有關的一個故事 一個結合 所以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如果鴨寶寶不見 鴨媽媽一定會很緊張 所以狗汪汪的故事就是這樣子開始 在一開始我們神探狗汪汪的造型 是這個樣子 但是後來我覺得說 就是幼兒嘛 所以造型要簡化 所以我們後來又簡化成黑色的元素 因為我之前好幾部作品 像鏡城 小丑兔子魔術師 它其實就是用黑色去表現 那我又想要保留我自己這個元素 所以我就加上了 賴蛤蟆變色龍的色彩 所以就變成了神探狗汪汪 這本書我最喜歡小木偶這一張 因為我們在圖畫書裡面 埋了很多童話故事 或者是那個欲所欲言的人物 所以面開始看的時候 你並不能讀得很清楚 但是到小木偶這一頁的時候 你一看他的鼻子變長了 就可以一個很明顯的提示 他就是小木偶 那很多人讀到這一頁之後 就可能會往前去翻前面 他是不是漏死掉了什麼部分 其實我覺得 媽媽帶孩子在讀的時候 因為媽媽她閱讀的經驗豐富嘛 所以她可以看到 這個可能是小紅帽 這個是小木偶 這是不來沒樂隊 所以當她在跟孩子共同 閱讀這本書的時候 她可以告訴孩子說 你看這個人也有故事喔 這小紅帽也有故事喔 媽媽可以說給你聽 我覺得這就是一種 親子共讀的一種樂趣 其實真的如果孩子啊 他很喜歡這本書 他一再的看 一再的看 一再的要求 爸爸媽媽讀給他聽 我覺得我們就很開心了